這個原來舊管下面 一段水泥把它打掏空 它可能都把那個 纖結的管子套進去 我們剛剛在討論要不要往這邊下面打壞 想想不行 看起來是沒有找什麼舊頭進去的 這都... 這都... 台北都沒有... 你看原來撕這個工廠 撕很久的 對啊 因為它就是... 要抓那個... 抓那個破管漏水的地方 然後我們接上去之後要開水室 大家好 我是宏傑設計的設計總監章一格 遇到破損的水管要怎麼更換呢? 它底下當初有買管線 但是本來不應該出現管線的地方出現了管線 在打的時候 不小心把管線打破了 所以我們把整個管線破洞的部分把它切掉 然後重新更換 因為管子斷掉它要做銜接 銜接它一邊是... 比較寬的管子 它要整個把原來舊管套進去 那因為它原先地面上的水泥 沒有把它清掉 也套不上去一下 所以它必須要把原來舊管下面 一轉水泥把它打... 掏空它 然後把銜接的管子套進去 這都是這個水泥沙很軟的 軟底的製工方式 結果你們這都硬底的做法 這個打開的他們也不知道啊 像我們一般鋪這種 我們也鋪過那種 人家那種車庫的磁磚 也都是用軟底的 沒有用鋼筋的 所以我們沒想到都... 沒有用鋼筋的 對,不會用鋼筋的 我們剛剛在討論 要不要往這邊下面打壞 我想想不行 因為怕是怕有的時候 它車庫怕你窄重太重 所以它車庫底下也是買鋼筋 這個下面也是買鋼筋的 怕打下去又是一堆鋼筋這樣 而且你這還有管路你看 排水管 我們也很怕去種到 又種到水管到時候 莫名其妙又用那個 因為你這有三支 四個排水你看 對啊,你下面有排水 對,所以就是 不曉得它的管線到時候 會不會去種到 你這邊還有一個 這不知道是什麼孔這樣 應該也是排水的 應該是備用的排水管 對,就是你要給你擦水槽 對,所以後來我們就決定說 這邊我們切掉換管線 然後開水試看看 你看他們的鋪這個工廠 鋪很久 對啊,因為它就是 要抓那個 抓那個破管漏水的地方 那放水試水要 確定有沒有漏水很簡單 就是看它地面 有沒有在發生潮濕的現象 試確定沒問題的 才能夠做過去的動作 才能夠做過去的 它而且是沾裡面 欸,拿起來了 你看它沒有出什麼酒逃進去 這些都有 台縛的地方沒有炸掉 是 鍋子 它們都沒有炸掉 沒有,把裡面的髒水流出來就好 剛剛是怕說有石頭跑進去管道堵塞住這樣 打破洞的時候有一些碎石頭會跟著那個洞 對對對,會跑進去這樣 因為它這是屬於加壓的水管 所以它就算沒有到水瓶,它也是一樣水送的上去 長水管的安裝方式 短水管的安裝方式 為什麼要先烤過? 然後,它烤軟,那你先不擦進去 這兩隻,這兩隻也不夠長 對不對 進去,這邊擦了進去,可是你這邊擦不進去 那先是因為很長 夠長所以就不錯 這兩隻也不夠長 這樣才看已經一罐你管子比它長沒那麼差了 可是這麼軟的話,不容易把那個管子凹斷掉嗎? 不會啊 不會 不會 有烤過就比較不會 對啊 你要折也折不斷 那我們來看看屬於水管安裝完成的畫面吧